現在才知道 建立蔬果獨破表 前陣子我們遇到了很多的 飲食上的風風雨雨 很多的一些食物來講 都有 食品添加劑 那既然食品有食品添加劑 我們就吃天然的 天然的蔬啦 天然的果 結果發現天然蔬果裡面 還有植物添加劑 對 大家都想說 其實如果我們希望 比較養生的話 蔬果 蔬果 大家都常講蔬果真的很重要 可是沒想到 哇 原來其實我們在吃蔬果的同時 有很多植物添加劑 其實是我們不該吃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一樣一樣的把這些 不該吃的蔬果添加劑 要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 挑對好蔬果才能保健康 三位藝人今天要來分享 平時的採買秘技 而專家也要告訴你 如何挑選好蔬果 才能避免毒素吃下肚喔 杰琳 更要幫你打破砂鍋 問到底囉 你不要多誇張啊 一般來講外面的一個植物添加劑 經過檢查不管是農藥啦肥料啦 有五百多種 好多喔 對 五百多種 怎麼認識你都認識不完 而且台灣每年殘留下來的十萬噸 平均的話 人好 沒可能吃的比較多 因為我看你食量比較大 我是平均吃兩公斤 我看你至少吃四公斤 那應該是我吧 我食量最大 你吃得比較少啦 你看他們臉都黑了 我不是 我不是吃毒物吃黑的 所以啊 聽說現在連蔬果 如果蔬菜水果 它長得太快 它長得太漂亮 好像聽說也都不能吃耶 沒有錯 尤其在對岸喔 在對岸那邊很多的一個農人 他為了要求快速 他用了很多的 那吹熟劑來講 比如像番茄 一盲就紅了 這麼厲害 這麼恐怖 有多怕 一抹麻麻喉 對 黃瓜一抹就粒就粗了 本來黃瓜一條兩公斤 然後就變成了四公斤 這好像只有在我們小時候 看的哆啦A夢 對啊 這有一個燈 是 請問教授 這種吹熟劑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吹熟劑其實用的 歷史已經很久了 蛤 那以前我們怎麼不知道 但是因為大家沒有去注意 以前那些吹熟劑 大部分是植物自己本身 所分泌出來的 植物本身也會分泌 因為分泌所以吹熟劑 大概有五個大類 可是植物自己本身分泌的就可以吃 植物自己本身分泌的 它是自己要分泌的時候來分泌 那我們吹熟是我們 人工的 對 人工給它的 因為這些吹熟劑 大家後來知道植物裡面 有哪些東西是會產生吹熟的 對 那就用化學合成的方法 去合成它 甚至把它做一些相關的 這個化學結構上面的更改 更改了之後呢 它的效果甚至比植物本身 所分泌的那吹熟劑的 它的功能還要強 所以呢 大家會發現就是說 有時候這些東西 你如果用多的時候啊 它吹熟劑有兩種用法 一個就是要讓我們要吃的這個食物 要長的這個食物 長得快一點 對 成熟早一點 趕快可以收割 對 那是生長技術的一種 對 另外一種是說 我要吃的這個食物在這邊 但是呢 這個食物旁邊有很多雜草 它的敵人就對了 對 那我們要讓它把它消滅掉 我們也給它吹熟劑 給它吹熟劑的時候 它就會長得很快 長得很快呢 它想要長得很快 但是養分來不及補充 於是它就累死了 草就累死了 可以用這樣子喔 對 用這種方式來殺草 所以很多這種吹熟劑 本身也可以當作 除草劑 一般來講這些東西 都屬於叫植物的荷爾蒙 那再少少一點量 它的這個效果就非常大 所以你還不能用的 用的很多 但是這些東西啊 過去發現大部分來講 它都是比如說 它有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荷爾蒙的效應 是 那甚至有的會傷害我們的這個 腎臟 傷害我們的這個肝臟 會有這樣的這個效應存在 對 那如果常吃吹熟劑 對人體的影響 直接的反應會是什麼 通常來說 一般來說 這個吹熟劑通常 不需要很大的量 所以即便到我們身體裡面 那量也不會非常多 它會代謝出去嗎 有的會代謝 有的不能代謝 但是你不能長期的去吃它就對了 是啊 對 那擔心的就是怎麼樣 像我剛剛講的 不要我們人也被吹熟了 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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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有某些 比如說這細胞 生長促進的作用 對 生長促進的作用呢 你會知道我們的細胞生長 通常來講要有一定的這個速度 速度太快不行 速度太快的時候 它就可能就變成癌化了 我們不能控制的細胞成長 基本上就變成 類似癌化的這種情況 那如果我們的小朋友 吃太多吹熟劑 所以現在變成比較早熟嗎 會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植物上面用的 跟動物上面用的 其實不太一樣 是 對 植物的這個吹熟劑 它滿特別的 是 你可以吹熟 比如說吹熟它的葉 吹熟它的這個根 可以分啊 它可以分 甚至你可以讓它吹熟它 我本來這個汁呢 是要往這邊長的 那你吹熟它 你可能是讓它改方向都可以 哇 那麼厲害喔 對 那有些它應該往上長了 那你可以用吹熟劑 讓它往下長 好酷喔 好 這個蔬菜的吹熟劑 吹熟劑其實真的滿可怕的 所以我們也要考考 我們現場的來賓喔 就是大家平常在買蔬果的時候 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的蔬菜是不是吹有吹熟劑呢 來 杰莉麻煩你 是的 觀眾朋友們 你每天吃的到底是我們的 健康蔬果還是致命蔬果呢 在我手上呢 就是小白兔最喜歡吃的 但是呢 它也有可能被添加吹熟劑喔 所以我們要考考現場的 我們的藝人 到底該怎麼挑我們的紅蘿蔔呢 真的這個考試我覺得好難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買紅蘿蔔需要挑 對 我也是 真的嗎 對我來講還好耶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不要為了面子喔 我今天早上才去傳統市場買菜 那你最後講 我先問榮家 你有在買紅蘿蔔嗎 我其實沒有在吃紅蘿蔔 而且我沒有很會煮飯 我今天是硬要來上飯 硬要來上課 硬要來學習 所以榮家平常是 並沒有在買菜 就是很少 然後如果我要買的話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太不會挑東西了 所以我就盡量就是去有機店買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說 好啦 有個心安 對 雖然它不漂亮 但是應該不會有毒吧 那Vegan就你這樣 手上現在拿的紅蘿蔔 你會買哪一隻 說實在我真的不知道紅蘿蔔是需要挑的 二選一名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我今天 我如果今天是這兩隻的話 我可能會漩渦右手邊這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隻好像衝太快了 就突然有一個東西好像衝太快 多了一截在這邊 好像沒閒接上 對 好像多了一截在這邊 是不是打了之後 讓它再長大顆一點 好吧 那我們給那個很會買菜的人好 我上了很多的節目嘛 比如說友台節目 然後也有一些比如說阿基斯 他們都會告訴我 他們是也會告訴我 你知道他們是說 教你要怎麼挑蘿蔔 他們會在挑蘿蔔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看到 好像這個是比較肥大的 是 對 那這是顏色比較漂亮的 對 那大部分可能會去選是看色澤 但我會去看 比如說是要有一點點斑點的 不要太漂亮是不是 對 像買香蕉的時候 據我所知是不要去買到整根都是黃色的 可是你要 它是反而要有一點點點點在上面 香蕉重點 對 所以這兩隻你會買哪一隻 不過要我選的話 我也會選右邊這一隻 因為我是看這個地的部分 然後你知道其實阿基斯 他們跟你們分享的 可能是教說 這蘿蔔怎麼挑比較好吃 對啦 可是呢 我們今天我節目當中的專家 是要教大家如何挑健康的蘿蔔 對 比較安全的 對 所以這兩條紅蘿蔔 到底哪一個比較安全 到底哪一條的味道會比較鮮滅 我們請王老師來教大家 OK 紅蘿蔔這種根莖類 大家剛才吳教授有提到 一般會用 如果你用了這個植物的歐蘿肥 它會造得很漂亮 所以有時候我們再注意挑 第一個 要看它的紮實 紮實 所以我們紅蘿蔔比較 其實我紅蘿蔔也看過 如果在傳統市場 有時候你會看到會裂開的 對 白蘿蔔 白蘿蔔最明顯 對 大得很離譜 大到整個裂開 那就是裂的是比較好吃嗎 比較不好啦 比較不好喔 裂的比較不好 裂開了歐蘿肥吃太多 長太快 剛才吳教授講的 你長太肥了 吃太肥了 撐開了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長得太快 就像我們現在小孩子有時候 虛胖 對 不結實 所以第一個你聽聽聲音 嗯 買菜的時候可以這樣敲嗎 可以啦 弄破就好啦 有沒有 欸 聲音是不一樣的喔 欸 真的 對耶 它音比較高 對不對 是 這個比較硬 比較扎實 這個比較結實 對 所以 你要挑第一個結實一點 結實 喔 硬度要硬 憲哥你自己捏捏看 這兩個硬度不一樣喔 喔當然 真的假的 你用硬度就知道了 有有有 這個比較硬度 這個是硬度沒有 這個是硬度 喔 哈哈哈哈 這是硬度 這是硬度 你捏看 這我剛剛沒有捏耶 對 你捏你捏不用再稍微一壓就知道 這個比較爬 不用 對 這個比較硬 對 所以根莖類一定要越結實越好 喔 越紮實 越紮實 要聽聲音 然後再捏一下 它生長的狀態是慢慢慢慢累積 而不是過度 是紮紮實時會長大 對 那第二個你要看這個 蒂頭這裡 這個比較大 大得好還是小得好 要小的越小 喔 越小的越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植物營養的來源 收進去它要長這個根嘛 對 所以它如果吹熟過大的話 這個筋會長得比較大 喔 肉反而長得少 筋大肉少 我懂了 對 因為你看喔 我們種在土裡面 它要吸收營養對不對 對 如果今天營養充足的話 對 它不要長很多虛根去吸營養 它就夠了 這個土如果夠營養 但是現在的土都比較貧瀕 所以要大量用一些化肥 化肥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第二個虛根會比較多 真的喔 因為營養 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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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營養不夠嘛 像你吃東西 你自己吃東西想吃 營養不夠 一講要吃零食 對 所以它的虛根會比較多 你看其實顏色不一樣 對 我們鏡頭看 這個比較深色 對 這比較橘紅 這個比較黃 可是顏色的話 我覺得因為有的時候啊 會買到就是新鮮程度不一樣 顏色也會不一樣 當然會 但如果以同一批我們在挑的時候 你要挑越橘紅色 越深色越好 那最後回到家 你可以把它切 切看看 這個斷面有沒有 對 這比較結實 對 這比較怕心 是喔 這個直徑比較大對不對 這個空空 這個好空虛喔 那最後你可以 聞看看 對 你可以聞看味道 其實味道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紅蘿蔔 比較香 是假的 聞看看 這個比較有那種 紅蘿蔔的味道 因為紅蘿蔔的味道 味道是比較 集中在這個表皮 對 精細營養進來 會集中在外面 對 聞看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真的 所以這兩個紅蘿蔔 你在挑的時候要注意 它很濃縮的感覺 對 所以連不會買菜的人 都聞得出來 真的 好好玩喔 對 所以就根莖類的 大家選擇上 一定要朝這個方向 好的 你會選到的 會好吃又營養 又比較健康 對 所以紅蘿蔔白蘿蔔 只要有根莖類 就用這個方法 好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王老師 還有樣子在說 幾乎家家都會用到的 哪一道 而且它的營養的一個 成分非常的高 對 我們請杰琳來告訴我們 好 我手上呢有兩顆番茄 哪一顆呢 有被添加我們的 推熟劑呢 仁豪哥你不要再選錯囉 好 你為什麼要針對我 那現在這兩顆番茄 其實我覺得兩顆也蠻難選的 我們請Vicky先看一下 這兩顆你好好研究一下 你會買紅的還是比較不紅的 可是如果是我的的話 因為我感覺這個有裂開耶 所以我應該會選擇 紅的 紅的 對 好 仁豪 你們家常吃番茄嗎 常常吃 所以你平常挑番茄也會注重哪些 地 喔 地頭 每次都看地 他很喜歡看地 還有尾巴 屁股 屁股 所以要我選的話我會選右邊這一顆 為什麼 屁股比較一樣 請問一下地跟屁股是有什麼 就是因為看地 它如果是整個縮起來的話 縮起來 比較小 就是對 我會看這個地是有沒有這樣延伸 選蘿蔔跟選番茄不一樣喔 我知道 一個在圖裡 因為都是跟精類的 吃上這樣的 番茄這樣的食物 食材的話 我會選擇像有一點這樣子的 有一點斑駁的 對 我反而不會 因為大部分可能看到 可是我也怕我講錯了 因為剛剛講蘿蔔要選顏色亮的 但是 我會壓 稍微壓一下 番茄 你學剛剛那個蘿蔔的吧 不要給老闆看到 不可能用力壓 可是壓的時候 稍微 要包包的 感覺好像這個是有點沙沙的感覺 沙沙的 我知道你說吃起來會沙沙的 沒有 你在摸的時候 感覺好像是有一點點 是要扎實的 然後我覺得見好就收 不要說太多 對啊 長得很專業 結果最後選錯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了 有沒有 它這個車捏起來 感覺裡面已經太熟 還是怎麼樣 就是很軟嫩 是不是 因為我剛本來其實是想要選它的 覺得它長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當你捏完了之後 這個 選生的 選這個 好 我說實在喔 就是不為了面子而拼的話是這個 好 好 那我們來請這個王老師解答一下 到底健康又安全的番茄 以這兩顆來講 哪一顆是屬於健康又安全的 好 因為我們這個現場來看有幾個地方 剛才很久已經有學習到幾個技巧 第一個 對 就是你要摸摸看 對 當然從顏色 我顏色來看當然因為這落差很大 對 那這跟成熟度有關係 那當然也有提到剛才有擔心這個吹熟劑 所以第一個 你的扎實度 如果你吹熟過度它一定會呼呼 剛才講的其實就是沙沙的 沙沙的呼呼啦 所以沙沙的是催熟的 對 就是它可能過度 可能太過度了 那這個是比較正常的狀態 它慢慢慢慢從綠 那我給大家對照一個 第三個像這個 那是你帶來的 對 就是我們一樣在買番茄的時候 會有這種挑選的話 像這個就是太 還不夠成熟 因為番茄不能吃綠的 一般要放熟透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生物鹼 可能對身體不舒服 是喔 所以不要吃綠色的番茄 所以你現在是綠的 可以放個兩三天 它會變紅嗎 會 慢慢還是會 它會自然會成熟的 喔 所以一般我們在看 當然現在我們這個 當然就這一顆 就有可能第一個它太熟透了 對 過熟 那帶來的 但是從這個地來看沒有錯 這個一般我們買很難 除非你知道果圓直接很慢的啦 對 才有可能看到這個是很新鮮的 當然這個地方 越新鮮越鮮綠當然是越好 那一般我們在市場賣 一定是放一定會放一段時間 所以它都不乾燥比較多 對 兩三天都會放 對 那另外一個指標就是 它一定像這樣均勻已經紅透了 那這個就有一點過紅 對 有時候到現在就教育大家說 要買越紅越好 因為番茄紅素比較多 但是有時候你吹熟過度的 你要對照這幾個地方摸一摸 再來一個最後看一下屁股 屁股現在這個是 很多農友都有這個經驗 他們在種番茄的時候 這個屁股上面有一個 心狀的條紋 是 它會有一點不均勻的 散開的這種欣欣狀 是 這個越明顯的齁 它的這個口感跟甜度會越高 表示它自然 表示它是自然成熟的 那如果你是吹熟 它這個還沒有清晨 它完全是一個點 對 它就可能是一個點 屁股就會只有這樣 所以要看那個尖尖的猩猩 對 那它的猩猩有時候不一定是這麼明顯 它不是像這樣結痂的猩猩 它會有點像淡淡的白色這樣暈開 就散開 對 散開 有點那種漸層散開 所以王老師 以你手上兩顆番茄來講 紅的那顆是比較危險的 對 如果正在選的話 這一顆會相對比較健康 營養又安全一點 簡單小秘訣 幫你挑出營養健康的高麗菜 好像左邊這顆好像是 中間是空的感覺 你放在手上看 就是 感覺這一個中間是空的 你們剛才沒有注意看 這是重量比較重取勝 對 但是這個才只有 標準 好可愛 好可愛